您好大爷,您垃圾分类的吧,您这什么垃圾啊? 我这有初一节垃圾,有切炒垃圾 好了,您给我来 切炒垃圾,真的放 这是5月1日上午,发生在北京市朝阳区 呼加楼街道湖北社区的一幕 5月1日起,伴随着新版 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 北京正式迎来垃圾分类强制时代 社区居民自觉加入垃圾分类行列 在厨房跟个缩楼袋,有垃圾桶 然后你切完菜,顺手就搁到厨艺垃圾里头了 分好了,你再低了起来就不觉得麻烦了 如果都搁在一起,你再去掺和 再去分,就觉得特别麻烦 我觉得这样子呢,顺手了,也就好 湖北社区是无物业,无保安的开放式小区 常住居民2747户,近1万人 流动人口常年保持在1800人左右 这里每日能产生垃圾约16吨 为帮助居民做好垃圾分类 护卫社区在做好垃圾分类宣传工作外 组织志愿者守在垃圾投放点 当居民不知道垃圾该放哪个桶时 他们就会上前进行解释 我们垃圾分类可以说既是指导员又是劝导员 文明劝导员由98名组成 他们每天是在早晨投放的时间进行垃圾 对居民进行宣传啊,指导啊,包括一些劝导 就是很多人容易混淆的就是那种可能界定起来 比较模糊的这种像刚才我比如说的那种大棒骨啊 还有污染过的这种纸张啊 其实就这些可能辨别起来比较困难 其他的都还好 当天上午,刘一芳一家四口 也参与到垃圾分类志愿者行列中 小孩子还跟前来投放垃圾的奶奶进行互动 记者注意到,该社区绝大多的这种 修处放置的垃圾桶是投放其他垃圾和出于垃圾的垃圾桶 可回收垃圾大多由外办公司回收处理 社区保健人员每日会定期对垃圾桶进行二次分检 确保垃圾各为其所 现在就是这三个垃圾桶 都是那有害的和那可回收的都有那固定的那地点 然后我们在这个区域里边把自己那收集完以后 就放在那固定的地点吃了 此外,社区内的清洁站还分颜色设置了存放其他垃圾 和出于垃圾的垃圾箱 经统一涂装的垃圾收运车也整装露裂 有效避免了垃圾去运过程中出现前分后还的情况 从前端的垃圾投放,投放桶站的垃圾桶 到咱们收集车辆,运输车辆 绿色就对应的是出于垃圾 咱们蓝色对应可回收 大件垃圾黄色相对应 其他垃圾以灰色相对应 整个是全链条的 做到了一个全链条 每一个链条不断线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